中国女兰在巴黎奥运会小组赛中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失利 在昨晚与塞尔维亚队的较量中 他们最终以66比88的悲惨比分落败 输掉22分的巨大分叉 对于这支曾经的世界亚军而言 这场失利无疑痛彻心扉 在短短一夜之间 他们从云端跌入谷底 小组出现的希望几乎化为乌有 轻松出现曾经是所有人的信心和期待 但现实却如此残酷 不过即便形势如此糟糕 我们也不应过分悲观 毕竟中国女兰的实力有目共睹 他们拥有过去征战无数大赛的宝贵经验 相信只要调整好状态 重振旗鼓 他们一定能在剩余的小组赛中发挥出应有的水准 回顾昨晚的比赛 双方在第一节便已拉开战火 塞尔维亚队凭借着高效的进攻端开场战线 但中国队也没有落太多分 第一节结束 塞尔维亚队领先22点17分 进入第二节 双方你来我往 您攻我守 场上战况异常白热化 中国队的李月汝多次杀入内线 他单节狂砍9分 一度将比分追至只差2分 可是塞尔维亚队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凭借准确的外线投射再次将分差拉开 到半场结束 塞尔维亚队以45比33领先中国队12分 一边再战 双方的攻防战略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塞尔维亚队适时做出了调整 他们的内线进攻变得更为坚韧 同时外线投射也没有放松 整体仍保持着高效率的进攻火力 相比之下 中国队在这一节表现疲软 进攻端陷入了彷徨 整整一节他们只得了10分 被赛军将小分差意志扩大 进入第四节时已落后23分 在最后一节的较量中 雄心已尽的中国队虽勇往直前 但终究难敌塞尔维亚的强势 最终他们93比66遗憾落败 全场比赛 李月汝一人独挑重担 狂砍23分10篮板的恐怖数据 其他人却乏善可陈 让我们细数一下本场中国队的数据 李月汝23分10篮板 张欣欣10分2篮板 王思宇8分2篮板 陆亭6分4篮板 韩旭7分2篮板 杨立伟5分1助攻 吴若甫2分1盖茂 杨英杰2分 吕晨3分 从数据上看 除了李月汝一人独挑大梁之外 其他球员表现平平 尤其是内线实力有欠缺 中锋陆亭和张欣欣数据都不太理想 而曾几何时 王思宇 韩旭等人的进攻力也几乎消失了 不过 我们依旧要为中国女篮加油打气 他们的敌人身后 定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重新焕发战斗力 上一场输给西班牙 也仅仅一分之差 这支球队实力无庸置疑 相信 只要调整好状态 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他们一定能在剩余的小组赛中重新杀出一条生路 激烈的比赛过程往往充满了戏剧性 中国女篮本场较量也是如此 说起来 这支球队自从夺得2022年世界杯亚军之后 便饱受了质疑与非议 外界普遍认为 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老化 阵容新陈代谢乏力 未来前景并不乐观 然而中国女篮用实际行动给外界狠狠地盖了帽子 去年7月 在结束了漫长的下训后 他们征战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塞舍尔杯国际女篮对抗赛 最终以全胜战绩夺得了冠军 中锋陆婷和李月汝 更是分货赛事的最佳阵容和最有价值球员奖 之后的9月 他们又在南京收获了亚洲杯的冠军 这个由中国、日本、韩国等强队参赛的亚洲顶级赛事 中国女篮也是横扫全场 一路高歌猛进 决出最后的冠军宝座 赛事期间 中锋张欣欣场军接20分的出色数据 也为她赢得了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 可以说 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 中国女篮所向披靡 几乎横扫了所有的赛事 他们既展现了中锋的强大实力 也充分证明了外线的骁勇作风 许多老将重新发挥出巅峰期的水准 而年轻一代也在逐步成长 有很可喜的进步 这样的战绩和发挥 无疑给了中国女篮足够的信心 他们深信 自己有资格 也有能力 在今年巴黎奥运会上一决高下 向世界展现中国女篮当今的最高实力 全运会 全锦赛等国内顶级赛事先后打响 中国女篮所向无敌实力瓜熟地落 今年三月的全锦赛上 他们在决赛中盘踞华北队 夺得又一座冠军奖杯 赛事中 董轰南领拳场最高25分 崔万军砍下22分 韩旭和李月汝分别拿下16分和15分 四人进仗近80分 堪称全场的最大赢家 进入五月后 备战奥运会的国家集训拉开序幕 在北京 中国女篮开启了每天两练的高强度训练 全队以最佳状态投入备战 球员们从基础力量到专项技术 从体能训练到战术演练 从防守意识到心理建设 训练内容覆盖面极为广泛 而掌舵这支球队的东家 就是中国女篮的主教练郑祥生 这位执教超过20载的老帅 已经将球队上上下下的各项训练有序安排 在奥运会即将开始前夕 中国女篮最后还进行了一场正式的热身赛 这是六月下旬 在澳大利亚进行的 感谢观看